高度狂喜歡回覆 不把小孩養成弱雞 媽媽就要硬起來 媽媽如果沒有精神體力差 小朋友也怕 很怕把小朋友養成弱雞 小朋友怎麼可能會體力差呢 小朋友只有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真的體力差 那表示他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很多小孩子 一整天睡眠夠 可是分配不均勻 還不如真的晚上好好睡 因為早上起來精神就算好 不要一直仰賴說 中間還有個午覺 中間還有個下午覺 其實整個晚上 常睡眠睡得好 是比較重要 睡眠的品質也很重要 如果你的孩子 晚上雖然睡很常 鼻塞 過敏性鼻炎 或者是這個現樣體肿大 或者是很熱 一直醒 這些品質不好的睡眠 就會讓你的孩子 白天精神不好 體力差 那體力還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是你越用它 它就越能夠有體力 所以白天你的孩子 如果真的很想泡泡跳跳 一定要讓他多運動 其實運動可以正向的循環 讓你的孩子的體力 越來越好 最後當然就是飲食 一直吃垃圾食物 一直吃精緻的糖 當然你的孩子 就會懶洋洋 沒有力氣 對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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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